巴拿马与中华民国断交引发关注 在台湾 民进党立愿党团14日召开记者会 追问外观改名情势 邀请外交部出席 外交部证实台湾有五个外观 受到中国大陆的打压而被要求改名 外交部亚西级非洲司长陈俊贤说 目前为止 中国的打压对其中五个国家有打压 不管是中华民国或台湾 他们都没办法容忍 一定要我们改名 那大家都知道的就是 奈及利亚 祝拜 约旦 厄瓜多 巴林 其中巴林是台湾 其他我提到的四个国家 是ROC 中华民国 陈俊贤表示 尼日利亚 巴林 厄瓜多尔的抗压性 不是那么的强 有改名的危险 而这五国中有四国 台湾没有太多的筹码 但有筹码的是哪一国 他也不便透露 以免遭到中国大陆的干预 民进党立委王定宇表示 过去从老蒋总统的时期 他总是一个中国 那时候一路断交断断断断断到现在 所以重点不是在于主张 是不是一中各表为一个中国 重点是 中国要把整个台湾国际空间缩到没有 这是一个并认台湾的过程 陈俊贤表示 台湾大部分无邦交国的管民是台北 如果为了中华民国或台湾的名称颜面 而将管处撤掉 实质的利益损失会更大 民进党立委罗志正提醒 从去年的圣多美 今年的巴拉玛 我们事实上外交出这三块 一个是非洲 一个是拉丽美洲 一个就是加勒里兰 所以要特别小心 就是当非洲挖走一个 中南美洲挖走一个之后 下一个所谓的南太地区 南太平安地区 会成为另外一个中国要挖掘的 一个国家跟区域 此外陈俊贤也坦言 原位在尼国的首都阿布加的中华民国商务代表团 在中国大陆的压迫下 暂时停止对外运作 据悉 外交部近期就会改名台北贸易办公室 并牵管到旧都拉格斯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 苗秋菊台北报道